赵本山的女儿大家都不陌生 本来想进军娱乐圈的 无奈好像不是那快了 而后转型做起来了网红 而且现在也做得挺好的 粉丝也是不少 球球最近也找了一个富豪男朋友 赵本山女儿球球男友身份曝光 合则中达地产日子 合则最大的地产是衣 身家几十个亿 可谓是门当户对 不过小编说实话 球球以后找的老公 不一定是真的爱他 只能说他的条件太好了 毕竟赵本山实在是一代人心中的老明星 赵本山女儿做什么本山大叔也是蛮支持的 毕竟球球说 他想靠自己也没一天到晚吃吃喝喝玩玩 比起其他的富二代又要感觉好了太多 而且赵本山的女儿球球直播中赵本山老师出镜了 特别的帅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赵本山老师还住直播间的宝宝们身体健康 你们看到了激动吗 哇卡卡 看上去真的是和爱可亲呢 其实赵本山不止球球这么一个女儿 赵本山的女儿球球也是现任妻子所生 赵本山还有一位前妻 并且为赵本山生下一儿一女 但是儿子小时候不幸夭折 赵本山的前妻葛书珍是一位 带着孩子从来没向赵本山提出过什么特殊的要求 也没纠缠过赵本山 但是球球每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他的穿着打扮也是非常好的 看得出来赵本山不仅对球球是物质的好 精神也照顾又加 要不然也不会在球球直播的时候 还去为球球捧场了 赵本山大女儿结婚的时候 赵本山虽然说也参加了婚礼 但是可能因为跟赵本山不亲信的原因 赵本山只拿出了三百万作为嫁妆 要知道现在的赵本山 身价可是三十亿 婚礼看起来也就和普通人白酒宴没多大的区别了 相比较而言球球就要幸福得多 感谢观看